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自己买到的新车会出现故障吧 毕竟每个月要分期付款和花钱保养 谁还想花钱去修车啊 但最近在网络上的确看到有不少的消费者投诉 他们所购买的新车在落地不久后便出现故障 还不能退货 买家真的很头疼 对此政府再也不做事不理了 国内贸易级生活成本部长拿多阿米詹表示 将考虑寄出柠檬法Lemon Law 以保护不幸买到有缺陷车辆的消费者 到底什么是柠檬法呢 这里就带您简单了解 柠檬法是一种法律补助措施 最初起源于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法 主要是保障汽车买主的权益 柠檬法的名称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罗夫 1970年所发表的一篇论文 在文中阿克罗夫用不同的水果 来比喻不同特性的二手车 以香甜的樱桃和水蜜桃 来比喻车矿良好的二手车 而用酸色的柠檬来比喻车矿不佳的二手车 虽然这一篇论文当初是讨论 二手车市场的问题 但后来却用来指出厂后问题摆出的瑕疵车 同时用于保护消费者解决故障车辆的条款 就被称作柠檬法 截至目前 美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家 已采用这一项法律 像是最靠近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该国的消费者保障公平贸易法第三部分 规定了柠檬法条款 消费者可以在购买商品六个月内 对缺陷产品提出索赔 买家有义务维修、更换、退还或降低 有缺陷产品的价格 至于我国也不是没有相关法令 阿米詹也表示 马来西亚通过1999年消费人保护法令 也保护消费者在买到有问题汽车时免遭损失 他强调 虽然有关法令并非柠檬法 而且没有提供具体的补助措施 但也提供了用于解决故障汽车投诉的条款 早前一名女子在拿到第二国产车 Bezza的八个小时后 车子就已经损坏 本来用来代步的汽车被搁置在维修中心 同时还需要每个月支付537令吉的分期付款 另外一名女子则控诉 苦盼了八个月才领到的本田HRV新车 在上路两个星期后送入车厂进行立场保养 不料却在出厂两天后出现各种状况 各自在维修中心长达5个月 对此您认为政府真的有必要立即推出相关的柠檬法吗 A 还好新车都有提供5年的保固期 B 非常需要 尽管新车有保固期 但每次维修都要等很久 如果您有其他看法 也欢迎理性留言和我们分享